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范吉沙的特异功能 在佛陀时期有一位婆罗门 婆罗门就是当年印度的贵族 名字叫范吉沙 他有一项特别的本领 他有个本领 他只要将一个死人的头盖骨拍一拍 拍一拍之后 他就知道这个死人是投生到天上 还是人间还是在地狱 当时在印度这个人很红啊 死的人之后人家都找他去拍啊 结果他还到各市各乡 还去寻回 去寻回用现在话叫寻回表演 来 拿个死人头拿过来 天上 很准的啊 人家做梦就做到天上 人间投胎了 厉害了 然后呢 村民呢 就向这个范吉沙呢 询问死去亲友 投生到何处 问完之后呢 有的就给点钱啦 十元二十元了 一百元不得一路上下来之后呢 他就积攒了很多的钱 有一天 樊吉沙来到奇数 及孤独园附近 佛陀讲经说法的总部 明白了吗 他的朋友们看到当地的民众都去听佛陀说法 就像他说 像他们说 现在来了一位摩古的大师啊 他这个等于比佛陀还厉害啊 能够知道你们死去的亲友啊 生到哪里 你们赶快过来看看啊 机会难得呀 佛陀的信徒们说 佛陀是谁也比不上的 他才是究竟觉悟的人呢 那个樊吉沙的朋友认为这是一句挑战的话 就簇拥着樊吉沙来向佛陀挑战 就敲头盖骨的人呢 来来来 你过来 过来跟佛陀来比比 结果佛陀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 佛陀呢 就叫人准备好五个头盖骨 佛陀也蛮厉害的 对不对啊 我准备好五个 就请樊吉沙回答 结果前面四个 意思是投身到地狱畜生人间 其天上的头盖骨四个 全部敲了之后 佛陀说他全部打对了 这个人也蛮厉害的 全部是真的 但是第五个头盖骨呢 他拍了拍拍了拍 敲了半天 冒了汗回答不出来 这个头盖骨的确难倒了他 敲不出来了 佛陀说 凡吉沙 不知道了吧 我知道这个头盖骨的主人 升到何处去 佛陀就告诉他 你看你拍不出来了吧 第五个 我知道他在哪里的 原来这第五个 是一位阿罗汉的头盖骨 凡吉沙就请求佛陀教导他 如何知道这第五个技巧 也就是说这个凡吉沙 他敲头盖骨 他也只能敲到天界 超出天界的 他敲不出来了 大家听懂了吗 就是人家说了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了 人外有人 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佛陀说 你要想了解 你先要出家 加入僧团 我才能教你 佛陀度人了 凡吉沙为了学会这个技巧 就受戒成为了比丘 然后呢 遵照佛陀的指示 佛陀教他整天看他自己的身体 他出家之后天天看自己身体 他很努力的禅修 实际上佛陀教他的方法就是观自在 看看你自己自在不自在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检查自己 一生当中的一言一行 是不是对 就是观 看自己啊 看看你自己啊 你好不好啊 你这个人好不好啊 你要观自己啊 听得懂吗 所以培养出弹而有力的决心 他终于看清自己身心的实相 他灭出了痛苦 证得了阿罗汉的圣位 你没有到这个境界 你不知道阿罗汉过的境界 你今天不是教授 你能了解教授多少 你今天不是大学生 你不了解大学生能学到什么东西 你今天让个小学生来看大学生的水平 你看不懂的 所以从三界的速度当中完全的解脱出来 后来他的朋友再找他继续叫他去寻回表演 用这个看的这个来赚钱 梵极杀说你们回去吧 我不再加入你们的行列 因为一位内心拥有觉悟的人 他将过着安详而踏实的生活 不会沉迷于任何的特异功能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感受到自己活在世界上的不容易 每一个人都要懂得平安就是福 安详吉详瑞详 只要能够有一个详 你就会得到详和 所以有的时候人平安就是福 不一定要大富大贵 也不要名气太强利太多 平安就是福 每一天能够开开心心 就是你的德 能够开心的人有道德 不开心的人呢 我告诉你 就是心里道德水准还不到 所以他整天的看这个不满意 看那个不满意 跟这个不开心 跟那个不开心 嫉妒这个恨那个 你说你心里能开心吗 所以学博的人就要放得下 看得破 真正的从内心来生起 发喜充满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博